刚刚接到这台是帕拉美拉全新车 刚刚是从赛电梯回来直接开到我店里来了 然后这个车主等这台车等了六个半月 六个半月以前刚刚订车的时候 在我店里来了解车衣窗模 当时价格就已经谈好了 所以说刚刚他过来 然后带着他父母一起过来 然后刚刚我特地问了一下车主 我说订车订了六个半月 然后现在拿到车是什么感觉 他说一点感觉都没有 甚至刚才去赛电拿车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买一样自己心爱的东西 然后却让你等了六个半月 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 我相信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刚才说提车还不如等车激动 等车起码有所期待 但是提车一点期待都没有 那我们现在把车移到里面的工位 明天开始施工 然后大家都知道 我们买保时捷的车 基本上都是需要等的 而且买保时捷的车 必须要加装潢 你们有没有见过没加装潢的保时捷 然后呢我今天接的这台车的车主呢 它是我认识的所有保时捷车主里面唯一一个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 但是它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 在保时捷设定买车不需要加装潢的车主 确实非常的少见 我上次我去年的时候 他来我这边咨询的时候呢 我也问了他就 我有什么有什么窍门吗 对吧 他说没有什么窍门 就是反正就是说 我不加装潢 你要么卖我 要么不卖 是吧 我也不知道那个 可能跟那个 跟那个销售也有关系 当时那个销售可能比较好讲 车子呢 现在已经停到我们的那个工位上了 明天开始施工 然后这台车呢 你看 它选了一个21寸的轮骨 选装的 时代店选装的 然后 它呢 是白色的车 然后我们推荐它呢 贴这个维古V10的引擎车一压 然后他还让我们 帮他装一下一个尾猴啊 尾猴 黑色的尾猴 帮他装一下尾猴 他原来呢 原来这个是银色的啊 原厂这个是银色的 然后顺便呢 帮他把这块给贴黑啊 把这块给贴黑 因为他说 设计店的选装的话 这块选黑色的话 不知道是7500还是8500啊 我不要给忘记了 那这台车的要求呢 就是这些啊 那我们明天呢 开始正式 对它开始施工 那明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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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台21款的Paramel 已经施工完了 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施工完的一个细节 隐形车衣 贴完之后 大家会问什么效果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区别 除了量之外 没有别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 因为我们隐形车衣 贴的越看不出来 算是工艺越好 技术越好 所以说你是基本上也看不出来 这个就没办法 很好的向大家去展示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 向大家展示的都是一个施工的过程 除了量的 没有其他的区别 只有量 还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施工的一些包边包脚的一些细节 我们先来看一下前杠 前杠 对你看 前杠 包脚的地方 包边包脚的地方 我们全部是做了包边包脚处理 我们是专车专用的前底下去做包边的处理 就是数据上面全部去做了一个调整 这个字标这里可以看到 我记得前几期有个视频下面有个评论 想让我讲一下 就这个我们贴车衣的时候 关于这个雷达的位置 是怎么处理的 那今天呢 就跟介绍这个 那今天呢就借这台车呢 给大家讲一下 像这个帕拉美拉这个雷达 它基本上摸起来是平的 摸起来表面是平的 所以说我们数据上呢不会给这个口子流出来 就直接整张包复 这样的话 因为它这个基本上的评论呢 它里面可能有一丁点水分 但是蒸发完之后呢 它是不影响 按一下就可以了 它不会出现什么雷达报警的情况 那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刚接了一台 增填的威尔法 所以像这种突起的 万圈突起的雷达呢 天数据上会提前预留这个语言出来 或者呢有的雷达呢 就还是要动手去FU一下 然后门把手这里呢 就是有一道缝 专车专业唯一的缺点 全车下来只有门把手这个位置呢 是有一道缝的 但是在这个位置看呢 我们开门啊 然后在这里看啊 都是看不大出来啊 然后在这个帕拉美拉的后门呢 后门这里呢 有一个细节 因为它原车呢 它上面就是带一层膜 那个膜呢是PVC的 因为这个车呢 前轮推荐起来的食指呢 会弹到这个位置啊 所以说导致后期的话 这个地方就整个花掉了 然后所以呢 我们呢是把原厂那个给撕下来 然后再贴了一层车衣上去 然后再做了一张 呃 一样的膜 尺寸一样的膜 给它 孤到这里去啊 行政家长 后排位置 后排 两座 这个很轻松 再来一个服务手吧 这个就是行政的感觉啊 呃 一个 现在是单身的小伙子 就能 开上这种车是吧 好心羡慕是吧 我们呢只能更加努力啊 把他们的服务好啊 也 希望有朝一日 我们也能开上这个车啊 那现在呢 我们就 跟这个车主过来 提车了啊 可以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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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